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直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由于阿King遭遇了19年生涯以来的首次禁赛 接而尼克斯主场对阵胡人的比赛关注度也是大跌 从门票的售卖情况更是若言可见 阿King被禁赛前,最低票价463美元 而到了开场前5小时,最低票价175美元 尼克斯老板表示 你们打架,遭罪的是我们爱迪逊广场花园 没有阿King的胡人,注定是要微刮眉三叉戟来轮流扛 但小破红目前面临的困境 绝对不是依靠着割几个大把手就能摆脱得了 目前球队的外线效率愈发堪忧 那上把队这活塞比赛来讲 三分球三十一中时,命中力只有三成出头 其实这场比赛也只是一个缩影 要知道赛季初,胡人三分球命中力一度冲到了联盟榜首的位置 可现在呢,场均三分球命中力跌落到34.8% 来到了联盟第十二位,三分总命中数,联盟第十六位 场均三分命中,联盟第十九位 数据表明,胡人目前的外线表现也就是联盟中下流水准 这完全不符合球队预期的计划 引进门客,埃林顿,杯子猫,布拉德利等人 似乎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以杯子猫的拉跨为例 打点乐曲的最佳演奏者,孔篮都放不进,更不会奏望他能进三分 今以进无常比赛为例,杯子猫尔场均只有2.3分入仗 当然考虑他只是一个底薪,得分不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犹如昔日卡鲁索那样 即便不怎么得分也能对球队有实际帮助 可杯子猫尔对胡人的帮助呢 数据显示,进无常比赛当杯子猫尔在场时胡人的净效率为负9.1 这是全队倒数第一的存在 也就是说当他在场时胡人是输球的存在 说起杯子猫尔就不得不提上赛季其在勇士的表现了 虽场均只有7.2分入仗 但在场时勇士的净效率为6.9 这甚至比库里的4.6还要高 这就有点刚才所说卡鲁索的意思 我可以不得分 但通过防守依然能给球队带来实质的帮助 促进球队赢球 从数据来看 杯子猫尔这位勇士和奖相比上赛季 本赛季不论数据还是在场 作用都是有了很大的下滑 也正是因为此 在我看来他是把胡人坑苦了 首先就是把握不住机会 即便处在防守人距离6英尺以上的完全大空位下 命中率也只有25% 这就意味着对手敢于放空他 去夹击其他胡人球员 这样带来的就是胡人其他球员中阶进攻的难度增加 其次防不住对方 数据显示 对位防守下被资默尔限制对方的命中率为 百分之四十三点三 对防守下为百分之四十三点二 数据就是说在他的防守下 果然起不到任何干扰效果 反而对方终结效率更高 两方面结合起来看 就是攻攻不进去 防又防不住 就此如尽效率负9.1所是那样 在场是副作用的存在 就此 在我看来胡人还是裁掉被资默尔算了 承认他这底线不会让胡人有太多的经济损失 但是他可是占据一个宝贵的球员名额呢 而射手艾灵顿和蒙克一致表现一般 外线命中率一直保持在33%左右 尤其艾灵顿 近四场比赛三分二十一中三 简直不堪入目 要说最稳最可靠的 还得看天挂 赛季至今保持着恐怖的 百分之四十六点一的外线水准 今年37岁的瓜哥也才264万底薪 胡人真算是白嫖了 逃不夸张的讲 没有瓜哥折得炮台 小破壶估计的少赢几场比赛 但好瓜哥血C可不是胡人的初衷 一来瓜哥扛不住体能负担 二来要是手感不顺 谁又能顶上延续外线的火力 为了巩固薄弱的外线 休赛期他们还找来了年迈的阿里扎 不过后者因脚踝伤势 本赛季异常未打 在经历了右脚踝手术恢复修养后 阿里扎也在逐渐回归球场 今日赛前还进行了投篮训练 三分球九投九中 起人的状态无疑给胡人释放了一个积极的讯息 当时对于预计阿里扎至少需要八周的养伤时间 目前已过去六周 看来三十六岁的阿里扎也是付出在即了 阿里扎上赛季在肉货的表现也是重归重举 长均九点四分四点八 反一点八 住一点零三 抢断零点六盖帽 三分命中率为百分之三十五 攻方两端依旧尽显锋芒 如此经验丰富的三弟老兵也正是胡人所需要的 替换到整场梦游的被子猫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如果阿里扎回归胡人阵容 未来的首发人选可以拟定为 微少加阿King加铁炸加农煤加火花 不过隔几个也不必尽厚望于阿里扎 毕竟也是二百六十四万寝的福将 没法做到人人都是安东尼的水准 是福还是货 咱还得走着瞧 除了胡人的阿里扎即将付出以外 今天勇士发出多段汤普森训练的视频 视频里汤普森已就穿着那件七十七号训练球衣 看来对于七十五大排名真的很在意啊 估计八十周年的时候会搞个八十大 到时候可能就能进了 克莱咱们稍微等等啊 从训练视频来看 克莱的状态不错 在勇士发布的那个四十四秒训练视频里 汤普森进九投九中 三分球五投五中 拿到二十三分 遮反跑 突破脚步 急停状态 上蓝腾空等等 看起来还是很轻盈逃遗的 养伤两年多 克莱一点没荒废啊 孤立望远玉川等了这么久 还是值得的 这毕竟是一个十字刃带撕裂 之后又跟见撕裂的人 所以如今能恢复到这种程度 已经是十分喜人的了 不过汤普森也坦诚 他预计现在的弹跳力会不如以前 但感觉能慢慢找回来 汤普森说 幸运的是我并不依赖弹跳力 我大概没两场才扣一次 而且还不那么稳定 我是靠技巧打球的 所以我知道我回来之后仍会很棒 是 我们确实知道你不太依赖口篮 汤普森还是很清醒的 他说 你必须降低对单捷三十七分 或者一场十四个三分的期待 我知道我还能做到这些 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之前ASPN透露他们的消息源告诉他们 汤普森的付出时间大约是在12月21日或者12月24日 但今天汤普森训练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暂时没有具体的付出时间表 但是确定会在赛季上办成付出 也就是最晚会在1月付出 他自己本人希望能在三分之一赛程前付出 也就是12月中旬左右 整体来说 勇士球迷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圣诞节礼物的 如无意外应该就是汤普森付出了 汤普森确实是挺着急的 也应该着急 你看看查乔丹最近的状态 你说汤普森能不着急吗 之前有新闻说 汤普森付出的话 应该会从替不打起 科尔会根据状态在考虑是不是调整现在的首发阵容 也是 毕竟现在没有汤普森的勇士已经15胜二负了 确实没有必要冒险调整阵容 汤普森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15胜二负 太荒谬了 我不觉得哪个专家能预测到这一点 但我不会说我没想到 因为我对我的队友们是完全信任的 为他们的表现感到骄傲 每天去训练 直到他们是联盟最强的队伍 这让我很振奋 阅读理解一下汤普森这段话 满满的危机感有没有 每天去训练都能听到他们赢球 这让我颇不及待想付出 怕他们会越来越发现他们不需要我 还是有必要放些数据 提醒一下曾经的汤普森有多厉害的 不能两年没打球就把人忘了 单季包含季后赛最后接球球头的三分记录 是201516赛季的汤普森322季 至今无人能破 汤普森最巅峰那会儿 詹姆斯估计不一定想联手库里 但一定想联手汤普森 詹姆斯和勇士打的那几年 如果汤普森是詹姆斯队友 那詹姆斯估计能再拿几个总冠军 不过克莱是不可能联手詹姆斯的 之前克莱他扮老汤普森 就正希望儿子能加盟胡人 结果克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只爱勇士 全世界都在等汤普森付出 但时不时都忘了 勇士还有一个球星也还在养伤啊 去年的帮演 怀斯曼现在也还在养伤 你们就没人想他吗 怀斯曼估计会在汤普森之后付出 因为他扮月板的声势恢复得不是很好 所以目前也没有付出时间表 现在就有个问题了 目前勇士的状态 化学反应非常好 你说汤普森和怀斯曼付出 是会让勇士如虎添翼呢 还是会打乱勇士现有的节奏呢